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 我們民進黨選擇在 國會殿堂在院會裡面 採取比較理性的態度 應該換來國民黨的尊重 而且應該換來國民黨 門心自我的檢討 五十八章 在院會裡面 五十八章 我告訴各位 五十八章 這個所謂名字或其他的 增縮之物 就是很多類似 很多編織物 這個東西 目前台灣是禁止中國進口 目前是禁止進口 你為什麼要開放呢 那為什麼當初 從國民黨執政以來 到民進黨執政都不敢去做開放呢 原因是什麼 光是 這個 增縮物 就是這個五十八章 這個部分 他的就業人口 有一萬人 光是這一項 一萬人 有五百五十三家 廠商工廠 大概有兩千七百二十幾億 的這個產值 集中在什麼地方 集中在彰化 台北線 桃園縣 這是最大的一個 這個聚集處 這個行業的大本業 一萬多人 一直以來 我們都禁止中國進口 是在保護我們的這些產業 保護因為這是一個敏感 而且對這個產業來講 是一個經不起中國用價格挑戰的 結果你現在開放它進口 而且在三年內 要達到零關稅 從禁止進口 要走向完全開放 而且是零關稅 你有沒有告訴我們 你是基於什麼考慮啊 朱鋒之委 馬英九有沒有告訴你 為什麼 要做這麼大的改變 你互利什麼 你是拿他們犧牲來換取大財團 要到中國去賺大錢嘛 那這些人 你不管他死活嗎 拿回來給誰 給馬英九選舉用啊 大財團賺了錢 拿回來給國民黨用啊 有分給他們嗎 這一萬人失業以後 這幾百家的工廠倒閉以後 幾千億的這個產值 失去以後 我跟你說啦 九五若死啦 九三若不會換啦 你聽不懂 聽不懂 九五若死啦 九三若不會換啦 廟如果回到廟 說就沒辦法了啦 我跟你說啦 所以齁